一向对自己的情感问题只字不回答的谢霆锋 最终还是能被小S套出话来 我们都知道谢霆锋在被问到王菲还是张博之时 没发脾气也已经是他最大的宽容了 他总是用我不回答了来敷衍记者 但在小S这他还是保持一定的尊重 毕竟也是多年的好友 小S在他们世纪签首纳会就采访过谢霆锋 后面经历了和张博之结婚 再离婚 都在小S的见证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在谢霆锋和王菲经历了各自离婚后 小S也帮我们问了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会心动了后又分开 然后又再次对他心动呢 其实这个问题对张博之来说才是最致命的 这就代表其实当时谢霆锋和张博之在一起才是将就 要不是王菲先结婚了 谢霆锋也不会紧跟王菲其后 像是赌气似的向张博之求婚 其实谢霆锋就是忘不了 就像他自己说的 自己处理最差的就是情了 也难怪很多人都为张博之打抱不平 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老公 还为他生了两个孩子 不过张博之却一点都不抱怨 他表示爱过就无憾了 自己会努力抚养好两个孩子 张博之也是说到做到了 就连谢贤都夸张博之是女强人 又拼事业又护家庭 孩子们也在张博之的抚养下都非常听话 功课也学得很棒 在外教的学校上学英语也说得很溜 谢霆锋会过外去看看孩子 当然孩子们和谢霆锋相处也不会感到尴尬 谢霆锋在镜头前也感谢过张博之 要不是他一直在孩子们面前说好话 可能孩子们都会怪责自己是一个坏爸爸 不得不说张博之真的做到了当好一个妈妈的职责 在得知谢霆锋又和王妃复合后 他也给予了很大方的祝福 他表示 自从发现他们就情富然后 就真心地祝福他们 这么看来 张博之还是一个善良体面的人 复合版的事迹牵手传开了后 谢霆锋也变得更加活跃 好似谈恋爱的谢霆锋变得更加开心了 就连记者都告诉谢霆锋在你复合后 你妈妈迪波拉都夸你最近变怪了 看来甜甜的爱情真的能改变一个人 前段时间谢霆锋半夜直播 意外暴露沙发上的女人 她的反应太逗了 原来真的是王妃 有网友猜测 谢霆锋和王妃搬在一起住了 那天晚上谢霆锋招呼了一些朋友在家吃夜宵 这是也少不良一些网友的调侃 原来又是你们小两口在撒狗粮 放心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虽然一直没有传出谢霆锋和王妃准备结婚的消息 但是他俩的三观性格一致 才选择了重新走到一起 这也让不少网友改变了对他俩的看法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ijou